东云市发展生态文明城市 一方面拼经济 一方面要做好环境保护 我们的采访小组也特别拜访了 东云市一间有色金属集团 他们靠着独家的技术 不但让冶炼的金属产量提高 更让污染降到了最低 充分达到了企业成长与环保双赢的目标 位在山东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 方圆有色金属集团 是目前中国大陆最大的 同产品加工生产基地之一 有别于一般对金属产业的旧有印象 这家中国500强企业的重金属演练技术 已经领先全球 特别是在产量与污染防治技术上 达到了国际称陷的水准 我们现在这个工艺叫做氧气底吹熔炼 这个链铜型工艺 我们这个技术是我们中国自己发明的 它现在为什么说它的污染最小呢 我们的环保条件最好呢 首先就是在它这个熔炼 吹炼和精炼过程当中 它产生的烟气最少 我们现在炼一吨铜 或者说处理一吨含铜无料 我们的烟气量大约要比它们其他工艺少30% 与一般链铜技术相比 氧气底吹熔炼技术 因为采用浓度99的氧气 不需要再添加煤炭燃烧 所以有效降低了气体的排放 而气体排放一减少 又对于环环相扣的冶炼污染过程 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第二个是我的水啊 污水啊就是没有污水 零排放 为什么零排放呢 也是我的严气弱度高 我在致酸当中呢 这个条件比较好啊 并且我产生的污酸 我现在可以搞了一个新的项目 就是污酸变好酸 将污酸变好酸 让方圆集团这项污酸处理技术 被国家评鉴为领先国际的新技术 不但有效降低了污染 更增加了冶炼中 银极铜与金银等贵金属的提取 最后产生的固体废料 又直接成为水泥场的主要原料 堪称是现今最环保的冶炼技术 JES的方圆集团 成为铜产量全国第六 金银产量全国第十的优质企业 像方圆集团这样 产值超过百亿元的骨干企业 是东银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胜利军 在黄澜经济区的加持下 让2011年东银市全市进出口总值 就达到了102亿美元 成为山东进出口大市 今年以来呢 开发区紧紧围绕黄澜国家战略实施 和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建设 牢牢把握科学发展主题 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主线 按照产业发展集群化 产业成融合一体化 城市功能高端化的思路 深入实施了产业转型升级工程 做大做强第一产业 做高做优第三产业 加快了现代化 生态化新城区建设 努力把开发区 搭造成为东营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级 高新技术参业的主要积聚地 和现代化富业发展的先行区域 和城市建设的新标志 拥有中国第二大油田 沿海资源丰富 交通网络密集 得天独厚的东营 已经成为十年来 山东省综合竞争力 提升最快的城市 如今在黄澜国家战略的历史机遇下 东营的未来必将不可限量